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称心无意,终成眷属,每一段感情都有他中断分开的原因,前任似乎是每个人都绕不过去的坎,放不下的人,如果再来一次,还是会和那个他重燃爱活。 而对这三个星座而言,九月复合机会极大,很有可能和前任重燃爱活。 六三狮子座,即使在倔强在霸道的狮子座都是性情中人,他们行动力很强,但情感也很丰富,他们总是自尊也是因为有情感需求,因此骄傲的狮子在破碎的感情后,不会轻易忘记对方。 只要是真正爱过的人,他们短时间内都无法忘怀,在即将到来的九月,大家的矛盾缓合下来后,也很容易再次尝试在一起,重拾爱情的感觉。 楼二巨蟹座,巨蟹座是很年旧的星座,他们会怀念过的时光,过去发生的小事,甚至于对过去的执念,让他们的心中摆着不是现任就是前任,他们不擅长向前展望,更愿意回味过去。 因此,念就情的他们即便是分手后,还是会想着对方,一有机会也会很容易复合,特别是在九月感情运势不错,能依金牛座,金牛座不轻易爱上一个人,但一旦爱上就会显示出他所有的倔强和偏执。 对他们来说爱上不容易,分手也不容易,一旦分手,他们内心里的伤害,需要很长时间来缓和,对对方存在一点念想。 到了九月,对方也可能回顾你的好,而回头来找你,此时,愿意复合的金牛们,可以收获爱情的甜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